Coco早餐 Coco's VIP Coco's VIP 我们今天的VIP是要加S的 有四个VIP在现场 那这个今天要介绍的是 一部很有趣的电影 当然也有这个心酸血泪 但是笑点很多 为各位介绍 我们先介绍这个 我们今天跟日本有仇 我们打 我开玩笑的 我们没有在运动场上 我们都是非常激情的 今天台湾的中华台北队 要在东京的巨蛋 小巨蛋要打国际经典赛 是跟日本队比赛的 日本队是非常实力雄厚的 日本人其实是我们台湾人的好朋友 那我们今天要介绍的 这位日本的朋友呢 他是导演 北村风情导演 大家早安 Coco姐早 非常谢谢你 你的头发好可爱哦 QQ 那是你的真的头发吗 这个是假的头发 但是不是假发 就是有烫过的 烫可以烫成这样呢 对对对本来是更卷的 哦对哈 你把 为了宣传阿嬷 你们两个是为了电影的关系 是不是 烫阿嬷的发型 对 我这样讲 希望那个吕副总统没听到 这很像吕副总统以前的头发 吕副总统以前不是都小卷小卷的吗 他是自然的吗 他也是烫的 但是他现在已经变另外一个发型 就是比较直了 他以前都是这种阿嬷的头发 但肖立修导演更像阿嬷的头发 更像 好这个阿嬷的梦中情人的两位导演是 北村风情先生啊 跟这个肖立修啊 这个好年轻啊 所以你第几部电影 这也算第二部 第二部 那北村呢 也是第二部 你们两位是同学吗 对我们大学的同学 然后后来也是研究所的同学 哦是 那你是北村导演来台湾多久了 我来十五年 哦这么久啊 是 然后你心里觉得 来十五年中文怎么那么差 没有没有 我要是去住日本十五年也不会讲日文 你放心好了 没有 你长得根本像台湾人 谢谢你 听说你也是有娶了台湾太太啊 是 也生孩子啊 有两个小孩 哇恭喜恭喜 谢谢你 那你怎么会来台湾留学呢 呃 搭坐车 搭坐车 搭坐车了 本来是要到哪里去 北京去 只有到台北 对对对 真打假的 来台北 你好幽默啊 怪不可以拍阿嬤的梦中情人 我们另外还有两位女性来宾 在现场的是这个宝米就是出品这个阿嬤的梦中情人的执行总监孔帆云 扣小姐很漂亮 扣扣姐早 各位听众朋友 大家早安 我刚刚开玩笑说做电影的都都很晚起不是吧 都是不睡觉的 到都晚上拍片吗 我们两位导演为了最近在敢宣传敢通告的确是没有办法睡 对 非常非常的敬业 另外还有这个宝米的这个行相经理啊 林玉婷 玉婷一个也很年轻 扣扣姐早安 早 这个你跟导演找的挺像的 我们两个都是泰国人 有两个皮肤是要黑一点点而已好不好 那个北村导演也是 日本人通常比较白耶 你比较黑一点 我去年一整年都在拍戏 然后就是外面的话太阳晒 然后里面的话就是灯光晒 一直黑一直黑 灯真的有紫外线 真的有 哇怪不得我常上电视都变黑的 对啊 那那个安心亚有被你们塞黑吗 她应该有保护那个 她有防晒 而且她有代理那个防晒的 哦是哦 所以她用她代理防晒就行了 好这个阿嬷的梦中情人呢 是宝米公司所投资的吗 这个先问一下孔小姐 其实这部片子总共有四家公司投资 哦是哦 一起共同投资 一家是汉草 然后宝米 还有另外就是台北影业跟阿荣片场 哦 OK 阿荣片场好有名哦 是是 非常 那这个电影哦 它的题材很特别耶 这个当时是先有的剧本吗 是 是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是 我们这部编 呃系的编剧是 主要编剧是林真豪林先生 哦好 那讲到呃真豪她其实 我想大家对她编 呃做过的编剧 写过的剧本应该会非常熟悉 嗯 像是比方说一男旺 哦 像是呃娘家 夜市人生等等 哦哦 对那甚至还有之前她得过了一个 呃 说电视剧 她是精细奖的一个电影剧本 是 是 叫做十二月三十二日 哦是 对 其实真豪非常的棒 她能够写的题材非常 哦非常的 她是 对 当然是就是说 呃当时这个剧本呢 是嗯 她是 她写完剧本之后是 是导演先看上了 还是电影公司看上了 这个 呃 我们是先发展了一个故事 然后 再邀请真豪进来 哦 一起 把你们一起写 是不是 对对对 这个故事的题材 还是谁发想的 就台湾保莱屋 就台 阿嬷的梦中情人讲的就是台湾的电影业嘛 对不对 台语电影 台语的电影事业 对台语的 其实当初一开始的时候 因为 因为我们看的真好 她过去写东西 哦 那有很多是有关于 比方说夜市啦 哦 有很多关于民间信仰啦 哦 那个大概是差不多四五年前 在开始做的 嗯 所以我们后来看到就是说 不管是电视剧或者是电影 就看到有很多的 像类似这样的题材出来 哦 是就我们大家都遗忘了 其实我很小很小的时候的电影 什么白蓝啊 有没有那个演员 哈哈哈哈 你们当然不知道 我不可再讲了 哈哈哈哈 所以后来就 就我们导演呢 还有整个编剧团会觉得说 哎 当大家都在都在演这样的题材 民间信仰啦 或者夜市这样的题材的时候 其实我们应该再去尝试一些新的不同的东西 对 所以他们这中间其实也做了非常多的功课 就是我们再去找台湾大概五六十年前 台湾其实在那个时间 有一个电影非常兴盛的时间 对 那我们再去从里面找到一个有关于爱情的那个 哦 这个是编撰出来的爱情故事吧 还是真实的 里面有一些真人 有一些是真人 有一些真人 像故事里面的那个李导演是真的有这个人 有这个导演 对 而且他是当时台湾台语片拍的最多的一位导演 哦 对 那这个 那北村呢 这个你怎么样去理解这个故事 那个时候其实台湾的电影在日剧时代 非常就已经发展得非常好了 对不对 因为你们两位 肖立修跟北村导演都是读研究所 所以你们对于台湾的影史应该有一些这个深入的理解吧 对 但是我念书的时候比较属于是那个混的 哈哈哈哈 所以好多历史 你们老师如果在收音机旁边的话恐怕要你毕业了吗 哎 中文叫 中文叫那个异业 异业的意思就是在拖延当中 你好客气 好 那你那你这个看到这个剧本的感受是如何呢 我企划就第一个感想是那个我看到是那个影片 是台语片的影片的时候 感觉是一个宝的感觉 以前的黑白的台语片 对 然后有一个简介榜都是有很多介绍的 然后我觉得每一个都是对我来讲是梗 每一个都是宝的 然后看完就大概一个故事出来的那种 然后那个时候觉得找一个编剧 一定要找一个编剧 熟悉台湾的 所以是你们导演跟有发想 然后再跟编剧大家一个脑力激荡之后 所写出来的一部电影剧本 那原来是叫台湾宝莱屋 后来为什么改成阿嬷的梦中情人 本来是台湾有个哈莱屋 对啊 台湾本来就有也是就是一个哈利wood 跟那个印度宝莱屋是一样的 我想回答这个问题 台湾宝莱屋太沉重了一点 所以它是一个时代的一个背景 对那当然在那个时代背景底下 我们就说这里面就是 为什么会有一个这样的氛围 是因为里面有很多的从业人员 有很多演员 有很多导演编剧等等 那当然这中间他们互动当中 就会产生一些感情 好那所以我们就看到就是 后来我们觉得说 那回到 因为它这个这部电影 其实后来有跨越了一个时代 大概三四十年的时间 那我们再看到现在这个时间点 其实当初的知名的大明星都已经老了 还失智了 对就还失智 所以人生很可能会发生 对但是他们的爱情其实没有变 对所以所以我们就说 那阿嬷的梦中情人究竟是当初的哪一个大明星呢 那这个中间当然就有一些 有关于家人的互动 阿公啊 女儿啊 孙女啊 就他们其实到现在他们最 过去他们可能都有电影梦 但是现在他们可能最大的梦想就是 怎么样逗阿嬷开心 让阿嬷恢复记忆 原来是这样 对所以这中间就有很多很有趣的事情 所以他有泪 也有这个欢笑对不对 那这个怎么选角呢 我们看到这个里面有年轻的角色 有年老的角色对不对 那中间还有这个 很久没有演出的一些台湾的资深的演员 对对 像这个廖俊彭彭啊 他们两个人因为这个电影还蛮受欢迎的哦 嗯 是不是这样子 你们是第一次接触吗 这个 呃 这次资深演员都是第一次接触 对 然后我们当初是 你也是日本籍吗 为什么你讲话也有日本籍 你受了北村的影响 消除太久 哈哈哈哈 萧迪修跟北村两个人顶了一个阿嬷的头发 哈哈阿嬷的卷卷头 连讲话都好像 对 哎两个人一起打电影会不会吵架呀 吵架一定会的 哈哈哈哈 对 那吵架怎么办 我们我们其实我们两个性格跟处理事情方法 蛮两极的 是啊 所以其实后来可以变得比较互补 OK好 嗯 可以像阿嬷梦中情人里面的这个 这个角色一样 那你刚刚讲说 你们有这个发想 然后定了这个剧本之后 我就来找演员嘛 对 那演员用的也很大胆 对 我们这一次就是找了蓝正龙 然后安心亚 其实都希望他们来突破 嗯 那跟过去他们的戏路一样吗 呃就是 这次找蓝正龙来搞笑 对啊 然后找 蓝正龙永远都一丝不苟的那个样子 然后才起恋爱来也不会说甜蜜话 对啊 爱言了女生 对啊 很摇胶鼻蕾的女生 哈哈哈哈 那本来长得就像个鸡 现在这部 这个这个这个歌曲是 对 电影里的插曲 就是 我要讲台语会被人家笑啦 刷定 这个是 怕点呀 怕点呀 自由发挥他们写的 自由的 OK好 这是你们的所用的曲子之一吗 对 它是里面代表梦想的那个主题曲 是是是 那这个要怎么样铺陈啊 是从 你们这个电影是用倒序的 对 我们先从 从现代 然后 阿公跟孙女开始讲这个故事 再回到六九年 那你刚刚讲到说 蓝振龙跟安心雅 叫他们有新的突破 嗯 那 他们两位当时 嗯 的 这个 反应是如何 那他们突破了吗 哈哈 无论是在现场一直觉得我们在整他啦 哈哈 你说谁 蓝振龙啊 蓝振龙 一直觉得 表演在整他 哈哈 哈哈 那整的结果 都后来被整得还蛮开心的 哦 开安心雅好像还蛮投入的 嗯 对 这可能 开始是他 以前大党 这种 比较喜剧性的演出 他第一次演这样的电影吗 呃 比较后面那种感情戏是他第一次演 哦 哦 是 嗯 天心呢 天心这一次就是跟伯姐两个人合作演一个 王伯姐 对 荧幕情侣 当时最红的荧幕情侣 就是演员嘛 那个时候的荧幕情侣 对 然后还有晚年的啊 还有这个 嗯 老了的这个女主角嘛 老了之后就是 不禄老 嗯 不禄老的 不禄老的 是那个 龙少华 龙少华 龙少华跟神海 神海龙 神海龙 神姐 哦 对对对对 那其实很多人都以为 呃 就不 因为这个中间我们试片找了很多外国人来看 哦 是啊 就很多人外国人都以为 以为同一个人 对 以为那个 那个安心啊 就是化老妆去办他的老人家 哎呦 这里面其实这个神海龙神姐 我一定要再次赞美他 他的演技真的不得了 而且就功课做的非常 是 那神海龙是一个非常硬理直的演员了 是是是 那这个 嗯 北春呢 你是搞第几部片 我第二部 也是第二部 对我刚刚问了 然后刚刚 演员里面 他们少了很重要的是 是北春 你也是演员哦 我也是演员 哦 对 他里面 你太不尊重 北春导演了 他刷掉了所有的演员之后 他要演 他演欧烈 然后另外一个是北战 是你抢的吗 抢的这个 可以怎么说 可以怎么说 那你这个啊 跟台湾的演员合作 这个 你的感受如何 中间有很多辛苦的过程啊 你们选景有没有 在北投啊 在云林啊 这个选景 怎么样去回 就是说把那个台湾的电影业的过去的场地给恢复起来 这个也花了很长时间嘛 对不对 很长 因为真的很难找 是因为我们要的1969年的北投是 变难 其实现在是没有 对 所以我们从往南部发展 就是我们几乎都是南部的景 然后里面是就是那个大景啊 或是什么的 对 然后实景是都有 当然有北投的几个景 但是就对 几乎都是里面是都是南部的 现在的北投也很繁华 可是跟以前是完全不一样了 以前还有个北投火车站啊 什么的 对 那 要找景啊 要搭景 也很困难 对 这总共拍了多久啊 两个月的时间 这么快 两个月算是国片正常 在国片里面算比较长的 国片比较正常 少年拍拍了四五六年了 对 一代中是 拍了十年 我们马上回来 骂得很蒙中情人 欢迎收听 coco早餐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现场 为各位介绍 那今天那个 是礼拜五嘛 周末 那明天还有两天假期 不过这个周末 活动很多 明天有游行 今天晚上还有中日的 这个棒球赛 可是 这个在 其他的选择方面呢 我们很高兴的 就是看到 其实我们的国片开始 很卖座 这个是好几年前 海角七号以后就开始了 到今年度 还是有很多的电影 大家在努力当中 不管是志气 大伪卢曼 在年前就开始演了 一直到现在还在线上 那最近的 这个这一两个礼拜加入的是 阿嬷的梦中情人 这讲的是台湾的 电影业的发展 用阿嬷的梦中情人 来带出来 那两位这个导演呢 是肖力修 他们都是科班出身的 那个跟的北村风情 他是日本级的导演 同时也是演员 他们两个人不惜牺牲色相 把自己头发都烫成了黑黑的 卷卷的阿嬷的头发 那阿嬷的梦中情人 现在正在上演 而且票房很不错呀 是不是 还好 希望增加一点 希望可以更增加一些 对 大家赶快去看 就是因为这个 这个电影也是 它算是 它算什么喜剧片吗 爱情喜剧 是爱情喜剧片 所以但是它里面也有一些 这个很感人的 这个场景嘛 对不对 爱情喜剧片的这个 的拍摄 其实很困难 对不对 北村导演 你刚刚讲到梗 你知道吗 他刚刚用了一个 说看我们老电影里面有梗 那你要怎么样去铺陈梗 就我们找到编剧之后 我们这次喜剧是 我要的是就是 故事上的喜剧 故事 就是不是表演 表演也是当然重要 但是我们看剧本 然后演员还不演的时候 会笑出来的 是哦 我们是剧本的时候已经有 故事的喜剧 就是有所有的东西是都有意思的 为什么有一的时候 我们大概十分钟 十五分钟就知道 或是甚至大概 最后知道 我们前面的意思是这样 所以我们真的是有安排好的喜剧 我觉得是台湾比较少碰面的是这一块 那跟这个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些喜剧来比的话 那个阿嬷的梦中情人是 跟当然我们这样 我这样问恐怕也不太恰当 就是说你觉得跟我们大家所熟悉的流行的这几部果片来讲 阿嬷的梦中情人所带出来的是什么样不同的特色呢 因为你是日本级导演可以更客观一点 我觉得是 简单一点来讲是 我们的比较好看 然后我们比较好笑 然后我们比较感人 也可以这个 我不想跟你一起去得罪其他的电影 可是其他的电影有的好笑 都是他讲话很好笑 是演员很好笑 那你更别讲说 那个就是会是对白很好笑 那对白当然是很浅的很好笑 比方你在超商的柜台买个东西都很好笑嘛 有的电影就这样子 那就对话出一个我们平常的这个讲话的梗啊 那你说我们的这个阿嬷的梦中情人的好笑是 有质感的好笑 这样 好像我们 很多人骄傲的感觉 安心呀 很有质感啊 沈海龙也很有质感啊 其实很多观众的反应是 你会边哭边笑 哦是啊 对这个我想是这个电影 一个很重要的特色 就是很多观众说 看完以后 他说这部电影怎么会这样呢 因为这是他们可能从来看 看电影没有过的经验 就是他可能 你在那个对白上面 明明是一个很感人画面 或者他是一个很好笑的画面 可是你会 观众产生的情绪反应 可能会是跟他相反的 你知道吗 有一种电影 他是当然像很红的电影 就是说你一边看觉得很好笑 那你心里还会想说 这什么鬼剧本啊 好扯 可是你出来以后会承认 他让你觉得很好看 那这也是我们国片当中的一个特色 我没有讲哪部片 我们很重视剧本 那剧本在你知道吗 这个我们台湾的这个 因为台湾看国片的这个观众群 他的年龄层其实还蛮 蛮蛮蛮 有的时候他还蛮集中 有的时候还蛮扩大 那阿嬷的梦中情人 到底是要让孙女看 还是让阿嬷看 就是说你的观众群 怎么去设定呢 这部片大概应该是从九岁到五十九岁 甚至到九十岁应该 只要那个行动方面可以出来的话 应该是都可以 很多阿嬷阿公跟妈妈都来看过 他们都蛮喜欢的 那里面台湾有多吗 台湾大概是一半吧 一半一半 你三支妮阿嬷九十四岁还来看吗 对 我阿嬷有来看 九十四岁了才 他有没有跟你分享小时候他看电影的那个经验呢 应该有吧 小时候他是比较少看电影 但是他以前是在就是上基隆上军舰 卖东西给那个美国大兵的 所以那个时代他有经历过啊 所以我们故事里面那个女主角 我们有讲他比较勇敢比较坚强的那部分 是讲那个影迷是吧 对对对 这也是从阿嬷那边有大概 也有得到一些 对带一些感觉 把它写进去女主角身上 其实那个时代的背景 它有点有点复古的背景啦 就是说平良心讲 就是说因为那些年他演了一个复古的东西嘛 对不对 那所以过去的历史会让我们感觉到想要追寻 那台湾的历史其实很特别啊 这个49年以前是一个日据时代 后来49年以后啊 这个国民政府签台 之后又有什么 这个 这个所谓韩战 对不对 然后有很多美国大兵 又是基隆长大的 所以那里面的这种美军跟我们的关系 我是很理解的 但是我没有你妈妈这么老 那就是说这个 所以这个故事 其实它也有台湾的历史 所以让很多人可以共鸣 对 回味旧的那个年代 可是演员呢 这些演员都很年轻啊 他们怎么样去 怎么去回到过去的现场 所以我们其实没有用一个很严肃的态度 在讲这个故事 不是讲一个使命感那么强的一个大意识 像1942这种 对对对 它有点像是 阿公跟孙女讲的这个故事 它想象出来的 那个1969年 然后是很缤纷 然后很欢乐 是孙女他听阿公讲 然后他想 对他想的那个年代 对 那那个在这个过程当中 刚刚讲到说你们在选景对不对 选景是导演选的 我们就是团队 就是还有摄影组啊 美秀组 就是主要是这一摄影组跟美秀组 跟我们一起 就是一直找一直找 南到北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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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ロ 那现在你们在 呃那个拍拍332 搭起来的景潜现在还在嘛 对不对 我们棚内的都是拆了 然后我们外景的外面那个搭了一个 电影街 哇我们是拍完没多久就有台风 就是那个百年一次了 吹垮了 但是我们还好是先拍完 真的是差一点 那个时候真的是 感受到哇真的是 就被保护的那种 那时候有 阿嬷无保比 对阿嬷无保比 所以这个这部电影的 这个音乐呢 音乐 我们的老的这个 对里面用了很多 洪一峰大哥 三顶黑狗兄 四目的人 对然后还有就情绵绵 对然后我们就是把它重新再改变成 比较现代感一点的 所以你们这个 现在我们来 安心亚她是自己唱的吗 对这首是她自己唱的 对啊 这个因为安心亚她一直是 宅男女神 后来她一直转型 对 是不是这样 所以其实可以看得出来 安心亚 她还蛮努力的 她非常努力 我这样讲也不太对 就是说你看她的演出 会觉得她 这个 她的变化很快 对 她其实在这里面 我觉得她的那个 本身的角色也是 光是在这部戏里面 本身的那个表现 也是非常多元的 有时候你会看到 她就是一个很单纯 很清纯的一个小女生 但是呢 她就是为了追星呢 她翘家 跑到台北来 就像现在很多小孩子一样 对 然后可是她这个中间 当然她为了要 要去招考 因为她为了要追星 不小心还变了演员 对 不小心还变了演员 但是中间 其实她在招考演员的时候 还有一段 很突责的表演 对 她其实 你可以看得出来 她其实对那个 丑角的那个诠释 她就 你看 不要看她这么漂亮 但是她还是可以 愿意就是 变成一个女丑 对 那个她在演那一段的时候 真的全场都大爆笑 哦 是哦 对 就是很紧张嘛 她有舞台恐惧症 所以她 她跟那个 沈海荣演年轻跟老 然后蓝振龙跟龙少华 对不对 这个演 龙少华跟蓝振龙 长得不太像吗 是 是不太像 不会人老了会变 就是 身高 身高 其中还有廖俊彭彭呢 廖俊彭彭 然后拖线大哥 拖线大哥 对 84岁 还来演 这样好流行 把我们的资深演员 这个请出来演电影 我们去台东 找他们 他的那个 他的机场 战斗机场 是啊 对 那要找这个拖线大哥 跟廖俊彭彭 是谁 是你们导演的意思啊 对 对 北春啊 你来台湾15年 就已经这么进入情况了 对台湾 碰碰是其实 因为俊哥是我看过很多次 但是 碰碰是其实是我不晓 对 他不知道碰碰 碰碰是不晓的 然后他们给我们那个经典的画面 以前廖俊碰碰的 他们演那个秀的 我觉得哇 这个是真的很好 所以这次碰碰打廖俊 是画面里面大概两三次吧 但是实际上他已经打了大概十次左右 又是 好痛啊 好久没打了 这是要打过瘾 是要故意的 你就故意一直开一开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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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是正式来之前是试一次是这样 然后通常是我们就是有试是不会打的 试系不正的 那他就真的打吗 他是真的打是不是 对对对对 趁机会 然后太晚喊咖他也是 也是就打下去 还是打下去 太久没被打 不太习惯 别人边走 我们对这个 现场为各位邀请的是这个 阿嬷的梦中情人的两位导演 这个肖立修 他是台湾台湾人 然后北村风情是日本级导演 不过在台湾已经15年 他已经说他像个台湾人了 你常回日本吗 很少 因为现在爸爸妈妈也是来台湾 是这样 都来了 对对对 所以好像没有原因去日本是 没有原因去日本 因为我们家里也是我们已经没 就是房子也是租给别人 你这么喜欢台湾啊 就 我们台湾 我爱台湾 中华队加油 中华队加油 加油加油 太好了 中华队加油 加油 大家玩了去看阿嬷的梦中情人 你是这个意思吧 是 看完比赛要看阿嬷的梦中情人 输了也要看赢了 我们一定会赢 所以赢了就赶快去看阿嬷的梦中情人 还麻烦 这个北村风情导演 这个是第二部演出 做导演 台湾的这个国片 你觉得我们的国片的发展 到底有没有什么样的障碍 或者说有哪些优点 台湾片 台湾电影 有点是 我觉得是 就是 就是做的时候 创造 创作方面 我们觉得很有 我觉得是很有自由的 很自由 在台湾 对 然后 就 我们导演 我们真的要拍的东西 可以就是 比较自由的方面 可以呈现下来 你就说这些同志人不会啰嗦 是吧 还有是有 但是我们还是有空间 还是有空间 我们的空间很大 制作方面是很 很大的空间给我们拍 很多人说 其实台湾的电影 它有台湾的特色 那香港的电影 久了之后就变成跟大陆一样了 反而香港电影 最近几年没有特色了 那台湾因为有自己的 这个在地的文化 那就因为有这个特色 所以当然就会有一些 像陈国富导演的批评 少年拍跟这个大伟卢曼 这样他的比较 那事实上其实 台湾的阿嬷的梦中情人 志气或是大伟卢曼 这些台湾的电影 它每一个都代表 不同的特色 对不对 那这个未来下一部 我们怎么推动台湾的电影 这个等一下我们可能要 做一个比较严肃的 这个议题 不过这个阿嬷的梦中情人 现在还在演呢 我个人认为 其实国片最重要的 还是你行销 是不是 这个孔小姐是 宝米数位公司的 你就知道国片要上映 要在院线上面演出 是比较重要的 没错 其实行销最主要是场次 还有档棋牌的 对 不要跟人家打在一起 对 然后要不要跟人家打在一起 而且要让观众可以看得到 所以阿嬷梦中情人 是在大年初 就是说初几才上演的 是比较后面 比较后面一点 国国立的2月27号 对啊对啊 上个礼拜才上演 所以就比较避开了 这个在电影 这个过年时候的 这个竞争嘛 高度竞争 但是我们同样也碰到奥斯卡 奥斯卡 我姚明了 马上回来电影工作 多辛苦啊 奥斯卡好多部 对 可是平良心讲 我去看了那个 得到最佳女主角的那部片 我一直问人家 为什么那个人 可以得最佳女主角 我太笨了 我马上回来 阿嬷梦中情人的导演 跟这个电影公司的行销经理 和这个总监啊 都在我们节目现场 好我们等一下继续回到节目现场 这个刚才这个阿嬷的梦中情人的 这个保密公司的总监 孔凡吉说 我们避开了这个电影的时候 赫穗片 对 因为赫穗片 它有特殊搞笑的这种 吸引观众的笑点 可是又碰到奥斯卡 还真的呢 现在档期 林肯赚什么什么 然后上年拍又回来了 然后雅果也回来了 对对对 悲惨世界 都是回来了 悲惨世界 对对又回来了 对对又回来了 所以阿嬷的梦中情人 是在这个印里 是在打仗当中 我们这个今天很谢谢 阿嬷的梦中情人的电影公司 送给我们这个电影票 所以希望你能够这个传简讯来 0976518518 0976我要发我要发 然后呢就会赠送您电影票两张哦 这个嗯 可是要要讲什么通关密语之流的吗 嗯 不用好 然后你就讲说你喜欢北春就好了 我们可以加一个东西叫做你倒我就演 哦 你倒我就演 好 这个你要想你倒我就演 我们就送你电影票 不过最好还是你自己买票去看啊 要学习总统夫人的精神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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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我出书的话 我都宁可去请人家吃饭500块 我也不想送一本书 因为你买我的书对我来讲比较尊重嘛 对不对 是是是 所以北春我买票看电影 然后你就请我吃饭这样 好可以 欢迎 这是一种专业上的一种 他爸爸妈妈开餐厅做的菜非常好吃 是吗 是日本料理店吗 日本料理 在哪里 北投啊 没有 热力路 是吗 那很近哦 就在敦华南路那里 是是是 哇 你们家人好可爱哦 其实蛮可爱的 真的很可爱 爸爸妈妈在日本本来就开餐厅吗 是 爸爸是一辈子的球师 就是做四十年的 是啊 在热力路是什么店啊 叫什么名字啊 北春家 就是北春家 就是你们家的名字啊 那离我家很近 我去找一找 欢迎欢迎 那就可以看到你那个阿嬷头的北春导演是吧 对 我现在是因为去年是都是 拍戏 所以没有时间 好好 对 很少 很少 很在那边 你会做饭吗 我是本来也是都是做厨师 就是 他本来是意大利 意大利 十年 就是因为我电影 靠电影真的是吃不下 不要这样子 从拍阿嬷的梦中情人以后 你就可以了 我希望是 从这一部开始 本来是横的走 是这样 哦 是哦 像螃蟹一样 准备横的走 那李安都六年都不都在家里做饭了 可见的做饭是当电影的一个当那个伟大电影导演的一个基础 在家里做厨师 他其实在戏里面后来 他也有 对 他后来也是开了一个餐厅 哦 是哦 对 在戏里面 北村导演也是开了一个餐厅 哦 那好有趣哦 那你真好玩 欢迎你 谢谢你 将来50年以后你孙子可以帮你拍一个电影 北村的梦 北村的梦 不错 是不错吧 到时候投资麻烦你 到时候我可能要在天堂上投资50年以后 我请我孙子投资 哈哈哈哈 阿嬷的梦中情人就是讲孙女 他这个阿公跟他讲这个故事 因为阿嬷已经忘记的 忘记阿公了 哦 这个 那嗯 在拍片的这个过程当中 这个嗯 有哪些 就比方说你们说台风之前好不容易就拍完了吗 那还有哪些困难呢 这个嗯 或者说你呃 肖导演肖立秀 你觉得在你的这个生涯当中难忘的这个故事 呃 就是这一次大概我这拍片这几年来 第一次遇到就是 所有的演员 他们都很像剧中的人物 哦 是哦 然后他们就是让我们在 那就是因为人家投入了吗 对 然后反而是 以前都说导演要让演员入戏 现在很像是 他们让我们在现场入戏 哦 你的意思就是说不必指导这么多 对 几乎我们都只是说 啊 你们可以再玩得多开心一点 就很少去调整他们 然后 我记得有一天 应后丸一个观众跟我讲 就是说 他一直很难想象说 是别人来演 哦 演那些角色 哦 所以那时候就很感动 就是说演员跟角色是非常的密合的 嗯 那也可能就是因为他们很 为什么呢 是因为他们很投入的 去这个 看剧本啊 哦 或者说很这个 很投入 很敬业 甚至 呃 我讲那个龙少华龙哥 哦 他其实在戏里面 你看到他脸上的伤 他不是化妆的 哦 他是真的 真的 拍戏的过程里面 嗯 受了伤 然后我们本来想说 是不是龙哥先回家休息 哦 他说不用 因为他反正就是演一个受伤的阿公嘛 哦 他说我们就这么伤吧 哦 所以他在戏里面 你看到他脸上的伤 那是真的伤 不是化妆的 所以电影真的是一个 非常的这个 电影就是一个 其实某种程度 他是要牺牲享受 享受牺牲 是 那现在这个 呃 这这部电影的演的 党期演多久呢 呃 从2月27号开始 对 那现在再去 才一个多礼拜 对 刚刚开始而已 那 但是我们会希望说 大家可以赶快去看 支持 国片嘛 对 因为电影的党期是这样 你如果觉得说 啊 我这再缓一下 再去看 很可能他就下党了 哦 对 因为国片本身就是 现在 就像刚刚寇寇姐讲的 就说因为有很多的 奥斯卡的片子在 在集 那如果说 呃 没有很多的人 马上去支持的话 嗯 他其实很快就会下党 你们也很 呃 这个勤奋的在宣传当中吗 是 这个 这个 因为我们的 我们的政府是鼓励国片的 那当然我 所以我们也是站在 鼓励的立场 那 呃 这部国片 这部电影 其实可以到 呃 大陆或是其他地方演出吧 他没有一些题材上的限制 没有 因为其实这 这部在呃 在大陆我们是同步上映的 哦 是啊 对 其实我们的演员 整个剧组 所以我说他们很辛苦 因为19号在 2月19号在台湾 办了那个 就是 首音的记者会 哦 20号就直接飞到大陆 在北京办了首音的记者会 哦 哦 对 然后在大陆也非常的受欢迎 哦 对 那甚至呢 就是大陆这边的 就是我们配合的场上 也也非常有趣 就是说 很体贴 他说 哎 因为怕有观众不知道 还特别编了一本 叫台谱词典 哦 是啊 告诉大家什么叫两光 对啊 但是因为你是福建 都是讲这种 这个厦门都讲的闽南话 对对对 是最近的懂的 你们这个梦中情人 里面这个定情物 也是一个这个周边产品吗 是是 哦 就是 但是我们只送 不卖 这是只送不卖的 啊 每个人都带着 也就是蓝镇龙 送给那个 安心亚的定情物 对 一个链子啊 先派个关子 因为 大家可能没有看过还不知道 哦 但是到了 好 都不能随便讲 看了电影之后 你就会知道 他们到底送了什么 啊 家似介绍电影的时候 就是这样子 其实跟我们小时候 玩的东西 很有关系 很有关联 好 也不能讲那么多了 跟小时候 这个 你们在日本玩这个吗 有有有 也玩吗 嗯 哇 怪不得我们台湾跟日本 关系那么这个 真的是很多东西 好 包括唱歌 都是 就是我们有 共同的回忆 是都有的 嗯 就所以啊 我们希望这个 今天晚上打球 大家不要伤感情嘛 对 那日本人就让台湾好了嘛 那个我们台湾都没有进 经典赛地 要前四名 对不对 你打电话给那个投手 叫他今天晚上 不要投太好了 美春讨厌 哈哈 真的 真的希望 中华对应 是真的 我们很多 就在台湾的人 希望是这样 对啊 也比较好生活 哈哈 不要开心啊 大家就会去看电影 那北春导演这个 希望你在台湾 陆续来 你的电影事业 你的北春家 你们家里餐厅 也日益发达 谢谢 那萧丽兄 你的那么年轻 将来更多的电影的演出 阿嬷的梦中情人 你打电话来 0976518518 通关密语 叫做你倒我就演 是 孔凯金小姐 这个提出来的 那大家还是买票去看 这种有怀骨的旧情的电影 就会让你喜忠待累 泪忠待笑 谢谢 谢谢四位 谢谢